我是女巫 我要來嚇嚇你 跟鮑娥一樣 妳不要這樣子 我覺得好恐怖喔 鮑娥我故意的啦 跟鮑娥一樣 嚇壞骨刺 可是不是故意的喔 為什麼 我們有獨家的前後對照 表則告訴你 鮑娥我故意的啦 還有重點是 今天最重要的新聞 台積電營收 10月營收就讓 破歷史新高 台積及龐厚 週末龐厚大展啦 怎麼會這樣子 哇 利多 還有美國10月CPI 緊地下滑 把牌子要噴竹筒告訴你喔 各位不怕 霍伊達在推出 煙哥版晶片 歡迎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妳的財富free free free 嗚 大家好 我是女巫Coco 大家好 我是哲哲 郭總 嘿 報下外股市 故意的啦 十月CPI 鐵地下滑 鐵地下滑 那股市不是要噴的嗎 我告訴你 哥不怕 不怕喔 不怕不怕 政府怎麼搞我都不怕 回答再推 煙哥版的晶片 哇 重點是 台積電十月營收最新解 最新解讀 剛才一公布營收 台紫棋噴出去 噴著四五十點耶 是耶 那太棒了 今天穿這個衣服幹什麼 我是女巫啊 咻 你這個可以拿出來嗎 不太雅觀 這裡啊 這是掃把 你要幹嘛 掃把我要幫台穀一掃陰霾 等一下 對啊不要 你要幹嘛 你那個 剛才跨下那個陰霾 好像有點多 應該要修剪一下 他這樣是不是姓騷擾 掃把要修剪一下 他不是掃陰霾嗎 好好好 不要理他 他講話就是這樣子 對啊 OKOK 好 所以我們來吃一下東西啦 掃掃掃 陳醫老師你在講我沒有胃口耶 怎麼辦 今天可是吃鐵板燒 哪一家哪一家 聽說大眾最有名的 那個 亮鐵板燒 是亮啊 本來說大普鐵板燒 不叫啊 因為那個太普通了 呵呵呵 這個會不會很貴 不會 一百七兩百二 很不錯 不難吃耶 對而且都是牛肉的 你又給我牛肉又給我魚 然後又給你魚 你怎麼做那麼好 還有雞肉 那今天怎麼不吃 對啊 嗯 喔鐵板燒 我還不吃很沒有說服力耶 但大家的魚也覺得不好吃耶 還不錯吃 冷掉這樣還不錯吃 好吃嗎 好吃耶 其實鐵板燒要看什麼你知道嗎 看什麼 除了要看主菜也要看高麗菜 因為每一家都有高麗菜 高麗菜好不好吃才重點 可是我不吃高麗菜 嗯 他高麗菜還好 不行 不甜 真的喔 豆花菜也不好吃 嗯 他高麗菜不行 煮菜也可以 嗯 雞腿也還好 嗯 好 總分給他一到十分 我大概給他六分 六分 就吃這一次好不好 好 怎麼辦 我們一直嫌人家人家覺得不好 不會啦 大家都覺得我們很實在 對啊 那我們今天要端出什麼煮菜呢 有請第一位江國中分析師 你好 江老師你好 今天吃這個有點像平民版的馬漢大餐 因為有肉又有魚 海陸大餐 吃一口看看好不好吃 不要說我們覺得不好 老師你先自己吃 不要個人主觀意識 我們不要 我覺得還不錯耶 還不錯 江老師很好吃 然後呢 然後呢 配飯 剛好一個 平民版的馬漢大餐把它吃完之後呢 台北股市呢 季線已經翻養了喔 我認為 短暫休息一下 大腸紅可惜啊 大腸紅可惜喔 老師 我們 因為我們老師很厲害 而且我們也先看到答案了 答案了 台子期在偷拉 偷拉了 台子期說 可是問題台語說的話 老師還是敢預測啊 有沒有可能偷拉以後 今天跟你講 下禮拜一會展 又沒股又下禮拜一會 就沒有展啦 是不是 所以老師還是敢預告 告訴你怎麼樣 殘紅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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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老師的line怎麼樣 小老鼠WIN58899 小老鼠WIN58899 然後第二位 就是 今天你穿這麼辣的那一位 這只是巧合 巧合 大家覺得巧合嗎 是啊 陳燕你覺得巧合嗎 他每天都禮拜五的時候 因為你還穿這個 他也來喔 他也有來喔 我剛才進來的時候嚇一跳 那個 我 就流鼻血 有點像黑寡婦有沒有 不是 因為他那個裙子好短喔 很短 他會變長的啊 他會變長的啊 真的啊 他會變長的啊 我害羞啊 他這個裙子整個臉都髒紅了 對啊 沒有是不是 別的地方不要髒紅 OK 好 我覺得 顏色是有很配 有配有配有配 有配有配 他那個線 不會啦 欸 滿搭的怎麼辦 對啊 欸 好啊 直接可以兩個一起走 走台步 那沒問題 我跟你說 我這個帽子啊 一反轉 你看喔 會怎麼樣 王子會變青瓜 登登登มา 诶 search 等一下教練有幫我掀 這個 這不錯 這不錯 這 cards 來來給殷志老師先來 去一下 等一下我們甜甜圈再來掀好了 對 先的又結了 回合殷核對不對 結果殷核 然後你就凱到對方了 他對方就拉起來了 變黑寡婦了 這就可以寡婦了 殷志老師 還是先贊齒 先不要跟他結 好了 先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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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先是這一輩子的先 先吃個牛肉 壓壓驚 好不好 好 我覺得牛肉還可以 但剛那個青菜確實就是 不怎麼樣對不對 這不行 就菜冷掉了 有些菜冷掉還是好吃 菜冷掉就不能吃了 先不要 先不要好不好 那個嘉老師是那個技術大師 逸辰老師 外資心童 小要手M168168 這是LINE 來 這次沒有換季啦 欸 不錯喔 這也不錯喔 因為我知道你都會糾正我 趕快 逸辰老師的LINE 第三位 哎呀 哎呀 這個 謝承諺 古怪 自營之鬼才 鬼才 古怪教授 你講得非常好 剛才逸辰老師是金童 外資金童 我是自營金童 對 我也是金童 好 對 而且在自營以後我就變金童 真的是非常好 你這個 需要講那麼多嗎 我是怕大家誤解我那個金童 好 那我懂 那你說 那你說 那你說這個 我不知道耶 可能我平常吃的東西 真的比較差是怎樣 我覺得不錯吃 哈哈 好啊以為你要做 我覺得那個菜也不錯啊 他這禮拜是只來一次 是啊 難怪因為你酒沒來你就覺得東西好吃嘛 酒麵 酒麵來 酒麵來 就是要對決 好好好 最近他人麻煩了 他人麻煩了 他今天消化不好笑 而且這個牛肉 這是牛肉沒錯吧 這是牛肉 不錯啊 不錯 牛肉你就吃不出來 是不是牛肉 你還說他不錯 沒有我確定 我一直都知道吃他出來 對啊 我覺得 不知道可能是冷掉 好 我們可以不要討論這個 我認為只有六分的餐廳嗎 我們來看 股票比較重要好不好 所以我們福利社 來 三大保證 是不是 是 不業配喔 兄弟 什麼 兄弟 哎呀啊 不要這樣忽略來賓 哎呀 忽略來賓 賜 不要這樣忽略來賓 小老鼠 GP520 好不好 我們不會刻意的 刻意為 這樣還等待我的時間 小豪鼠GP520 小豪鼠GP520 好不好 多送你一次哦 好不好 sais 那個 自營金銅 好不好 來 我們三大保證 不推亮小股票 不 constraints 推亮小股票 是 有筷有量 不會拉抬股價 自己出貨 不會喔 沒有沒有沒有 也沒有主力 不配合主力出貨 我們沒有一下股票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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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鐵 哇塞 要跟你介紹 然後你被他害到了 我還以為你要 下一句 夠了 嚇到了大家了 就算沒有環標都想給他嚇到他 對 逼 好啦 不配合主力 也不會置入行銷 不會業配跟ETF跟股票 沒有業配喔 要業配沒關係 不會在我們這邊節目 好不好 跟大家講 像陳彥老師就業配一下 哇塞 我業配的馬上變1000億耶 走路起來是不是有風 你是不是最近業配成功以後 是不是很多人來找你的 應該是很多人找我 好不容易這個成功 哈哈哈 你看他講話蠻不散的 速度一檔 應該還是有差啦 唉呦 0.9 而且是我業配的耶 注意風險 就是最快的規模1000億的 對 可是你看他在別的地方 業配的人 我們來我們這邊沒有業配喔 注意風險最好不要怎麼樣 開槓桿投資 開槓桿投資喔 比如說你說一些農資啊 或者是ETF 政二啊 像陳彥老師經常講 那個 元大美債 美債 美債對 美債跟美債政二 差在哪邊 其實跟你結論 政二就是槓桿農資啦 好不好 就有點槓桿的作用 就不要做了好不好 好 你等一下你骨頭什麼的 我再正二一下 喔 正二手術 來 正二一下 我下巴也算慘了 一起正二好了 好不好 很冷耶 我們來看下一個單元 來 財經大投票 請鄭楊老師 楊老師他今天穿的辣嗎 無動於衷 不是你的Style喔 沒有剛剛 我們看那個字卡的上一張 哪個 其實 今天節目的第一張字卡 來 第一張 開頭的第一張 嚇壞了 故意的啊 故意的啊 他的穿這樣配合Eason 對啊 故意的啊 早就已經有答案了 對啊 他今天一直堅持喔 我今天要那個 要一定要穿辣一點 不過今天我平常心裡說 有點美的有點犯規 好像今天蠻漂亮的 犯規啦 真的真的 真的是 還蠻能看的 有點像吉祖來 今天跳一下 可以可以 你會舞蹈嗎 忘記了喔 忘記了耶 那個音樂也忘記了喔 對 都忘了 太久了 過時了 好吧 這個只能 他只能稍微靠一下 偶爾靠一下顏值 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重點老師 聽說你今天 哇 跟我們福利社 我們大家一起討論了 欸 聽說你覺得包爾故意的 對 故意要下壞股市 有可能是故意的 跟今天 跟Coco一樣 故意的 今天主持人的這個 喔 我懂的 他也是今天故意的 對Eason 你看他們兩個 他故意對Eason 要理不理的 然後Eason受不了 啊 故意的啦 是不是 對啊 故意的 故意的齁 對啊 你幹嘛對他喝 你可以對Eason老師 再一次 蛤 再一次 他害羞了 我感受到了 Eason老師你有害羞嗎 應該沒有 沒有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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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多了 看多了 我覺得他心裡面的OS 是說 最好不要來煩我 對 離我遠一點 說過去一點 他不好意思講 我已經幫Eason老師講 他看多一點意思 就是說 這種女生我看多了 第二種 Coco每次穿 他在我面前私底下都穿很辣 他看多了 是哪一種呢 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 他每一穿我都看多了 真的 這有什麼 搞不好他的意思是 股市看多了 老師 我覺得他 有沒有什麼消息 有沒有什麼內線 我們不要理他 我們看股市有沒有內線 對 我們來看一下 他進出外我們不要理他 對 我看我們到底要幾分鐘 不要出外我們賺錢 才要開始講我們的主題 OK 好 這個雙面人又來了 雙面人 對 我的猜測是 maybe 下個月他還會繼續當這個雙面人 就是說 因為這個 目前這個 CPI 要達到FED的長期的目標 我認為時間 聽說要維持一年 就是說 可能明年的12月 他的CPI可能只有2.5左右 所以這個時間可能會拉得很長 重點是我們去 去推估他 什麼時候會開始降息 這個是對股市 很大很大的利多 資金 資金會回流 而且那個速度的量 會隨時時間經過 越來越多 我認為是未來 各位必須去 最關注的一點是 何時市場會預期 開始要降息囉 資金回流的速度 那個是對股市有一個 蠻大的一個 推升的力道 資金什麼時候回流 什麼時候不升息 甚至降息 是最重要的事情 是 是 聽說他講法 對 你有稍微比較他們兩個講法 哪邊不一樣 對我們來看一下 最近兩次 費了利率會議的談話 我們跟各位 稍微分析一下 我們看11月2號 這個是 堅決 致力於通膨恢復到2 2%的目標 可是要將通膨降低到2 還要很長的路可走 所以我去看一下 媒體的研究機構的預估 不然明年12月最低也可以 才有機會到2.5左右 說要達到2 生的時間要很久 這個是非常非常之久 通膨要接到2.5要很久 可是你看現在已經 最近有機會來到3附近了 對 所以等於3到2.5等於最後一里路 對 可是這一路是什麼 行百里路 半九十 到第九十的時候 第九十公里的時候 第九十公尺的時候 最後十公尺才最痛苦 對 那是這個拼耐力的時間 這個是 最後一個達標的這個時間 老師是11月2號講的嗎 對不對 這是上一次11月2號 我們來比較這兩次 因為有人說要變陰了嘛 是不是 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11月10號 最新的一個 IAMF的會議的談話 他說我不確定已經達到 實現2 2%的通膨的立場 對通膨進展感到滿意 但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他路都很長啊 所以一樣嘛 對 所以結論幹嘛是相同嗎 對 就是說目前這個 這個位接來看的話 相同一樣是偏割 連續兩次都偏割 老師是通膨嗎 這跟過去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已經偏割很多 有啦 這個時程要稍微做很強烈的比對 已經比上個月偏多了 很多很多 老師說老師這樣子 特地幫我們做這些資料 是 我們freezer這樣子做這些資料 比較出來一對一句 不要再給你胡扯 到底有沒有偏音偏割 有時候不要變股市 早漲早跌的理由嘛 對不對 所以老師這個是通膨 我們來看一下什麼 這是利率的看法嘛 對 以上是剛剛是通膨 這就是利息的看法 利率的看法 對上一次他說 如果得到需要收緊的這個判斷呢 他們將會這樣子做說 我們也沒有討論過降息 但是升息週期還沒有結 升息週期已經接近結束 這句話最重要啊 對 就是這句話爛股市長嘛 對不對 升息週期接近結束 對 因為週期結束之後 未來就是你可以去猜測 去預期降息的時間 可能很快就會逼近 股市都是先行的嘛 對 如果你如果升息週期沒有結束 那就是降息就遙遙無期 資金回流就遙遙無期 我們看最近指著我們比對一下 這個八九十月 八九十月 八九十月為什麼美股下跌 台北股市也下跌 是 因為就是因為我們看不到什麼 升息週期接近結束的信號 看不到最到盡頭的那個關 對他現在已經給你明燈了 已經給你一盞明燈 升息週期將近結束 他市場是敏感的 資金是聰明的 開始預期 升息週期結束就可以預期了 很快的降息的時間也會來臨 所以我認為這最近股市能夠絕地反攻的 最主要的原因 這是十一月號講的話 今天講的話 早上講的話 凌晨講的話 好像有點不一樣 沒講這句話是不是 OK 我們來看 他說如果核四聯準會將毫不猶豫的 進一步收緊貨幣政策要升息 如果有這個必要 他可能不會猶豫要進一步的升息 但是聯準會不希望將利率提高的過高 就是說除非被環境所逼 他一定非得升息不可 否則的話 他不會這樣子做 所以目前看起來是 有一點點偏陰 但是還是有點偏割 老師是不是這句話毫不猶豫 對 因為之前他也說會收緊貨幣政策 我們看一下左邊 這邊也有對不對 對 我們如果要收緊的判斷 我們也會這樣做 可是他們也講毫不猶豫 老師這句話毫不猶豫的進一步申請政 收緊政策 大家緊張的一下下 對對對 其實昨天每一股 每股瞬間往下回落的原因 老師可以看一下 這個都是瞬間回落的原因 我們不是在找理由 老師 那個美股我們直接看台子期好不好 台子期這個講話是不是直接 對講話的時候 立刻市場就開始有點偏恐慌 因為他的說法有點偏陰 柴子期也短期上急速的回落 所以市場上也是有被他 真的有被他 被他嚇到 被他故意的嚇到了 老師我們聽說 雖然這一下下就好 可是升息期完全沒有變 對這個市場對昨天有一點點偏割 有一點偏陰 但是還是屬於長時間偏割的這個看法呢 這個我們看一下 升息的這個預期有變提高 就是說整個鮑爾的演說會這個 演說之前呢是9.7% 升息的機率嘛對不對 對是9.7% 那鮑爾的演說後有變成14.6% 就是盤中有被真的恐慌這個提高 但是也只有14% 也就是說他真的升息機會還是 不高啊 因為他有86%不升息啊 對對對所以比現在高一點點 但是你真的要實現升息 他機會是維護其微 老師可是聽說最新八卦怎麼樣 可是最新的就哇9.7% 9.3 比他演說之前還要更低 所以的市場根本沒有在理他 所以一開始升息預期有升高 可是現在升息機率根本沒有變啦 還甚至小幅下滑啊 是是是 難怪台子級會現在開始噴啦 所以你講的道理啦 對非常的前 這個這個市場的給他正面的一個 十二月嘛 十二月這邊的一個升息的機率嘛 這次信老師十二月的一個 那個 升息的距離非常的低啊 哇塞啊我非常的低啊 所以這個等於是整個市場的 這個反應呢給市場一個 買給投資的一個蠻大的強性增了 其實根本就沒想那麼恐怖啊 老師那 我們要快速看一下 剛才有講啊 對公債殖利率好像是一樣的講法 老師來看我們看 這目前看起來就是說 沒有太大的變動啦 我們上一次他說 密切關注長期公債殖利率的上揚 這可能對貨幣正式產生影響 我們看最新的 因為公那時候講過公債殖利率上揚 等於等同升息一次嘛 是 好老師 然後最新的說法是 就是不會忽視債券緊收的這個重要痕跡 但是現在不必做出決定 不用做出決定啊 是 還是跟上一次一樣 所以我們認為 這個即將公佈的CPI 會有一個更大的一個 對市場一個引導的這個訊號 好謝謝老師告訴我們這些獨家想法 下早最重要的是CPI老師 你獨家推背圖啊 要告訴我們 目前看起來是肯定會下滑 幾率多有信心 幾乎95%的心理水 哇老師真的非常有信心啊 是 CPI怎麼樣下滑老師你幫我解釋一下 OK我們看一下 整個CPI的結構我們來看 在這個房租跟房價三刀四成的 這比重的 月動變率是有0.4% 是 稍微提高一點點 房貸也提高了 可是呢我們看這個大中 CRB大中產品指數 月變動率是跌了1.79% 我希望我隔壁家的珍奶也可以 可以減價降價 那個你別想的 別想 那我只能少吃一點 定制他 大杯改成重杯 物價這種東西都是永遠都回不去的 對啊 親愛的 下一個便當 至少都120耶 對啊 120還是普通便當 是 OK 最重要的是 最近呢 這個 不是有這個打仗嗎 可是 油價確實是出現了一個 反向的大跌 我們看這個原油 原油 9月的平均變動 月變動率只有 有4.23% 是 所以整體看起來 加權加總 加權加總之後呢 我們看一下 整個 在11月14號 下週二呢 9點半要公佈 10月的CPI 9月的CPI是3.7% 目前市場估 克里弗蘭聯儲會 是估3.28%左右 我個人也認為大概3.2%左右 我認為維持這個數字 就已經是對股市來講 會是一個很正面很棒的一個訊號 我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們幫各位準備了一個推背圖 10月的CPI下週二公佈之後 它的數字的高跟低 對股市一定會有一個正面 或者是一個反向的效果 假設CPI到3.4%以上 因為克里弗蘭自己就估了 3.28%左右 如果公佈到3.4%以上 有點是初如期來的 不如市場的預期 指數可能會落在 1萬6200點到1萬7之間 來做個區間震盪 那如果預估到3跟3.3之間 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利多 因為對克里弗蘭只有估3.28% 假設他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3.2%甚至3.1%的數字 這一定是利多 對股市有激勵佔1萬7的這個機會了 如果能夠金劍 金劍2字頭的話 金劍喔 那可能會挑戰 就有機會 很大的機會挑戰提前挑戰 1萬7千4耶 高點1萬7千 17463了 是問你一件事情 之前有沒有見過二字頭 沒有啊 沒有喔 所以我跟你講喔 你surprise 3.2 來給你降個 哇 2.9 一定噴出沒錯吧 對我現在是忌期待 但是也不怕受傷害 也不怕受傷害 因為至少下滑對不對 對 忌期待 又不怕受傷害 哇老師這個註解 註解也真好 所以你看 獨家推背毒 福利社 跟老師 我們給他 他呈現了獨家推背 還有 不知道我講什麼話 哇一清二楚 我們這個研究好久 對 是研究好久 所以我們認為修正了三個月已經 最壞已經都過去 大家要有信心 都有信心 好老師要大盤我們來看一下 好大盤 這些股票 所以這個推背 一定要把它留著喔 大盤今天跌62點 可是現在台子期 漲60點 對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這個圖形 黃色哪裡不一樣 這根跟這個位置哪裡不一樣 你說這個黃色喔 對這個黃色 這邊是季線是不是下彎的 這往上的 這邊是下彎的 跳起來 已經跳起來 他已經擺脫過去三個月的屯次 這是 這是謝承諺的形狀 這不是謝承諺的形狀 不好意思 桌子擋住了 我是前面 前面 這邊是謝承諺 我想說欸 翹起來我就想說欸 桌子擋住了 不好意思 本來想要讓各位看一下 七大奇景之一啊 你有沒有覺得桌子在搖啊 有沒有發現 對 因為真的是奇景啦 獨角獸在唱獨角戲 因為七大奇景就是都不會發生啦 誰啊 對啊 奇蹟啊 對我們來說就是正常嘛 對我們來說是奇蹟啊 奇蹟啊 欸欸 欸突然不知道哪裡怪怪的 他能怪怪的 好對不對 好然後耳頭 這邊有可以稍微 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說 他已經這個長勢已經足夠扭轉 這個空頭 轉成季線發揚的多頭 好了 那從這邊提長是多頭的這個 這個氣氛之下呢 你看喔 這個今天的回跌 終於出現一個黑K對不對 黑K帶量縮 這是一個很良性的回檔 各位不用太緊張 我們看下一張是周K線圖 我們看一下OTC好了 下一張是OTC 你看 哲哲你看今天OTC是不是回跌比較大 為什麼 因為跟大盤比較起來 他是領先站上季線 季線先翻揚 過季線後的幅度比大盤多很多 所以回跌多一點 那個是良性 也是那個慣性 跟季線的回檔 跟季線管理比較多 是 所以回檔多很正常 可是你看現在離季線還是很遠 你看喔 就像回檔還是很遠喔 你來看一下下一張圖 來 看這個長度有沒有 對 所以我認為這個 K線以下到季線附近呢 都有蠻大的買盤支撐 會開始 就是說這邊他錯過的 趁回跌 他會開始去補貨 這是一個季線發揚的一共感 我認為這個修正之後 通常喔 我們看一下上一張的日K線 通常喔 就是說我們講 技術分析有一個一二三法則 是 突破重要的均線 然後讓均線有能力反應 這個 有之前的鑄疊變成鑄檔之後呢 一是突破 我們踩二 二是回檔 就是說一突破 二回檔 三攻擊 這是俗稱的一二三法則 是N字型的走法喔 所以我們認為這個回跌是很必要的 這個回跌一定要這個回踩這個動作 未來才有三的攻擊 有回踩之後 三攻擊就可以做確認 那如果做確認呢 過今天的黑K高點 就是一個確認的訊號 所以我們認為下週 攻擊的機會是蠻大的 下週攻擊的機會是蠻大的 是 哇 希望如此 醫生老師怎麼看呢 嗯 下週 對 因為目前台股在本週 其實創了這個大盤連七紅喔 但在今年來講的話 連六紅發生過在這個 一月份跟五月份 那後面都有一波這個千點行情 所以這一次連七紅 也是追平道琼的這個表現喔 所以我認為 你說你萬六沒有把握 你要希望台股跌五六百點給你買 我覺得這個 這個不太實際啦 所以我覺得拉回就在那買方 是比較好的辦法 老師連七紅之前連六紅嗎 直接看那時候突破萬六的時候 老師講那一段時間嘛對不對 老師那時候突破萬六講這一段嘛 一直長嘛對不對 連六紅嘛 哇就一發不可收拾 這邊圈起來 所以這一段喔 所以有機會啦 老師你意思說連七紅是第一次嘛 今年第一次長那麼多天嘛對不對 對 好 那那個陳彥老師 來你今天吃飯吃比較少 應該不會發呆 對 很快的幫我 多加一條線 120日均線 我也多加幾個飯 不用不用不用 我最近吃的少一點 因為我也要精彩演出 各位其實注意看一下喔 實際上目前 不是卡到英喔 是卡到120日半年線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合理 而且正常的現象啦 不用太過擔心啦 因為卡到這邊有一點壓力嘛 啊稍微回檔一下 再繼續往上攻 那半年線你覺得這邊 有機會 一點點壓力而已 好謝謝老師 好老師 美女喔我的問題問你 好 來 老師我覺得 各位老師都說的實在太好了 而且我發現呢 周KD已經 不不不不 周線呢已經連二紅了 台股是不是氣速如紅 而且呢 我發現周KD也是黃金交叉 有沒有可能繼續噴呢 周KD 他繞繞去可不可以講 就周KD環境交叉 對啊 但我想要 重點很多 能不能繼續噴對不對 對 繼續噴這件事 對 你怎麼會問 很容易生息嗎 你應該問Eason才對啊 怎麼 你問江老師繼續噴 而且感覺他眼睛都不知道往哪邊飄 你應該問Eason說 你可不可以繼續噴呢 啊是 就是他廢話一堆 周KD會不會環境交叉 是不是怎樣 老師 我剛剛 你們這樣不行 我剛剛本來是要跟他稱讚 人美也有智慧說 哪有覺得廢話很多 是 OK 好 我覺得這個觀察點非常 你看啊 果然是有智慧吧 有智慧 可以提點出這麼棒的一個point 你看喔 周KD經過八月以來的修正之後 本周出現什麼 放大放大喔 出現黃金交叉 有沒有看到 黃金交叉 周線黃金交叉 周線是中線趨勢金差 然後我們把整個圖縮小 投資朋友 你要特別留意一下 台北股市上一次出現低檔黃金交叉 什麼時間 去年耶 去年11月 就是說在1269成立後的隔兩週 它出現金差 這個金差出現之後呢 哇 竟然噴了 漂亮耶 噴了五個波段 所以我認為這個提點點得非常之好 而且你看喔 我們不是有 大家應該有機會學過說 所謂的廢勢急速對不對 我這樣子 不行 哲哲你看 從上一次喔 這個周KD經差後 它整個波段漲了 從這裡到這邊漲了34週 34週 符合 符合廢勢急速的34週 好多喔 應該是一個很強大的一個多頭 七個月了喔 從這個6月16號的高點 看真的很湊巧喔 回檔到本週剛好是21週 又是肺市急速裡面21週 非常重要的轉折數字 也就是說 假設這個金差成功之後呢 那去年這個大波段漲34週 經過一個中代修正之後 那按照我們的技術理論 未來是一個中長線34週多頭的氣勢 然後配合我們剛剛所說的 FED已經停止升息的這個週期 未來遲早會有降息 所以我們認為 未來三到六個月 會有多頭 蠻不錯的行情 而且上次 週KD環境交叉是在10月11月 對11月 啊不就跟現在一樣嗎 一模一樣 是啊時間點一樣 所以謝謝老師 所以除了這些以外 老師 這個時候就要做股票 來兩黨介紹你的好標股 對就要來精選股票 我們看這個美率喔 美率的9月10月營收 竟然叫8月之前的營收 呈現連續兩個月都是倍增 那主要是因為這個新的產品啊 頭戴是出貨大爆發 明年的市場對它的營收的預估 也是持續的成長 我們看一下我們所熟悉的MACD 有沒有領先大盤滿好久的時間 它在9月已經翻多一次 那10月已經翻多一次 那11月初又再翻多一次 目前是雙指標 不管是狀態還是快線呢 持續的都是正學率 往上做攻擊 那股價也剛剛脫離一個盤整區 那請導播給我XQ 看一下美率的大戶的持股 我認為這一定是有人準備幹大事的 幹大事幹大事 的一個訊號 所以你看喔 從低檔9月10月目前看起來 這個大戶的持股 400張持股 連續性的攀升 這個攀升的速度有點驚人 所以我們認為一定是有 有人非常看好 未來的一個走勢 不好意思我剛才分心 是因為我來看一下美率的營收 OK 老師45億創今年營收新高 對而且是比8月倍增 9月10月就這樣子 就已經幹大事啊 月增超過一倍以上 老師你真的 你不只懂那個 技術分析 籌碼分析厲害很厲害 要幹大事 對我認為這個 你看這個正學率的速度 非常之快 而且在短時間之內 快速的堆疊它的籌碼 幹大事有好有壞 現在謝承諺老師要幹大事 幹到幹不動的意思 就是幹大事要做壞的 真的 做壞事 對啊 他現在只能用嘴巴而已啦 沒有辦法 是這看起來就是要幹大事 真的要幹大事 而且營收很漂亮 而且老師這週他都沒跌啦 是 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 因為這個有主力大戶 在第一檔逢低卡位之後 通常大戶會進來都不是做短線的 所以我們那個籌碼會非常之穩定 而且我再講第二個問題 是 這個最近你有沒有發現手機還在附輸 聯發科 對 你說PA功率放大器 穩帽 是 洪捷科 是 洪捷科我都開玩笑說這個叫做 浮言不愛啦 為什麼 你知道嗎 誰先生也知道為什麼 浮言不愛洪捷科嗎 看我很討厭這種 回答不出來 洪捷科 浮言愛是誰 浮言愛嘛 對啊 他的老公是誰 以前老公 他老公叫什麼名字 江洪捷啊 江洪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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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洪捷可是他現在離婚了 變浮言不愛啦 洪捷科沒事 我扯遠了 這個 這個邏輯繞得有點緊 好冷對不對 老師沒關係 我要講就是說手機產業都不錯 結果這個也是手機產業 老師幹大事 對 謝謝老師我沒看到那個大戶有增加那麼多 對 除了美麗之外我們看下一檔 好趕快看一下 也是非常漂亮 丟洪捷科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先破你的梗 好 投資本你看這個洪捷科 整個市場齁 對Wi-Fi啊這個 這個 iPhone15 導入這個Wi-Fi6的技術 對這個 PA是個大利多 而且第三季又比 第四季又可能比第三季成長20% 重點是 你看底下 我們幫各位準備的 這大物 幹大事 長期跟各位分享的 MACD 你看 這則一個標準的示範教學 他的柱狀體跟快線同時翻紅 是 這是一個你去抓底部 我認為是這一輩子可以重複去使用的一個技巧 是 它兩個指標 同時 從零軸之下 綠的翻成紅色 它這就是一個趨勢 MACD趨勢 空轉多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訊號 好現在既然起來之後呢 其實我們一樣請這個打播給我們看洪捷克的XQ 也是喔 之前是下跌的 欸開始股價突破之後 MACD翻證之後 開始增 增加的大戶有增加這個持有張數 增加才第一週 他剛剛有可能是 剛剛醞釀 我認為可以花時間持續的來做後續的追蹤 這個大戶 剛買而已 就是噴進去的 對 籌碼我是覺得感覺 美律蠻漂亮的 非常漂亮 美律比紅捷克 目前我去比 因為漲不多啦 我現在才比較多 我去比較過目前上市上跪 跟3041的養製差不多 差不多 就是說它的增加的速度 非常之快 3041 3041 好 難怪拉起來嘛 大戶拉起來 你看這個大戶的持股 也很漂亮 可是我覺得美律 感覺很漂亮啦 因為他這個有點做頭 因為是剛剛發動 好不好 謝謝老師 所以手機行業看起來真的不錯 不錯喔 學到笑話沒 紅捷克 好 會的嗎 承諺老師 福言不愛 這一題會不會是之後 這個比賽其中的一題的題目 福言不愛 對 我一定要按 你喜歡這個笑話嗎 這個不是笑話 這只是一個 不是笑話 不能笑人家 對 我是喜歡這梗 對不起 因為我覺得江紅捷我蠻喜歡的 不好意思 好不好 好 到時候我就按 南蛾丹 南蛾丹 今天一定要出這一題喔 南蛾丹自小 好 沒問題 好來 不可能喔 來看下單元來 熱門我這一天 實權跟茂達 不利喔 好我今天選了兩檔都是 Dueland的股票 記憶體的股票 我們看第一檔 4967的實權喔 好他今年的10月 1到10月的營收 竟然創下歷史新高 同學朋友 今年竟然有股票 可以營收前10個月 創歷史新高 就是在產業裡面 數一數二的牆了 那主要是 這個Netflix呢 合約價全面的上揚 合約價上揚之後 未來出貨 就是持續的往上做攀升喔 所以第四季的業績 還是非常值得可期 我們一樣跟比對 剛剛的 2439的美律 我們看一下 大戶的持股 大戶持股 400張你看 第一檔提供以來 持續的往上做堆高 所以我們認為 這是一個主力介入 蠻深的股票 現行也是多頭現行 MACD也是多頭現行 多頭第一波攻擊 回測量縮 凹凍量出現的時候呢 可以留意 這個逢低 這個切入的買點喔 提供給各位做參考 4967的實權 好 第二檔我們來看這個 6138的茂達了 那茂達整個市場呢 也是電源管理IC的供應模組呢 還有DDR5的部分喔 法輪預期喔 他在明年有機會出貨量 用四個字 火力全開來做形容 那目前底部是墊高了 頭高底底高說 他的高一點都有突破前波的高一點 拉回回踩的低點 都沒有跌破前低 是一個很明確的一個多頭的線型 那我認為茂達6138 最值得我去關注的一點在哪裡 在你打包把我切XQ的月的MACD 都是沒有 月K線的形態 我們講我這個過去一季 過去三季 是台灣的電子的產業景氣 先落底後 準備復甦進入回車的階段的情況之下 它的MACD本月份 11月份出現翻紅第一個月 這個長線多多起功 形態有一個蠻明確的W底 所以關注它的景線 何時能夠做突破 170-180突破的時候 我認為這個超級大底就完成了 可以特別持續來做留意 好謝謝老師這些股票看起來都不錯 貌打也不錯 也介紹了 滿多基本面不錯的股票 Eason老師怎麼樣 瑞鼎跟合一 合一 好這個3592的瑞鼎 其實上禮拜大概口頭有講過 這個驅通IC表現 近期表現是不錯的 那不過在本週的 這個聯詠跟瑞鼎的法售會 它針對第四季是比較看淡的 讓這個聯詠的股價也是往下來出現這個 跳空 往下跌 不過你會發現說 聯詠他還是維持好幾天的這個紅K 原因在於說 第一世紀其實不是法人 主要會去買聯詠 或者說去買瑞鼎的理由 因為大家看好這個弱勢族群要轉強勢 其實看的是明年 所以為什麼瑞鼎可以在這個法售的利空之後 然後近期還能夠再創下一個這個股價新高 原因就在於說 大家看明年能夠往上來做增長 所以瑞鼎公布了第三季是賺5.8元 是創了這個近一年的新高 那前三季也賺了13.5元 所以我認為在第一世紀啊 可能比較有這種季減的這個營收之下 但是在明年之後 這個股價還是有這個往上推升的這個表現 好 謝謝老師 還有來這個什麼股票 來 合一 雙手合一 洗碗了 歐彌陀我還怎麼樣 今天股票開高早低 來是幫我們開示一下 對 真的是蠻適合做這個動作 你看他今天這個盤中的這個波動啊 非常大 對啊 早盤先暫停啊 早盤是暫停的 這個是早上起床很開心啊 準備上陣下趴了 好笑嗎 我沒有要講笑話 這個陳彥很有感 我只是在講有感 好幽默 對 這個合一來講我認為在政策題材上面 當然還是他近期的主要的這個上漲的這個動能 就是說因為他本業畢竟都還是沒有賺錢 所以在這個季限之上 那在這個選舉行情之下 我認為生計會輪動 但是生計輪動啊 我認為 在選舉題材 因為還有子俗群在這個所謂的綠能 比如說看一下9958的這個世紀鋼 其實這個資金好像就輪動到這邊了 所以我認為啊 生計啊綠能啊 這一些比較跟政策啊 跟大選行情有關的 我認為這邊都要輪動的來做操作啊 所以這邊合一啦 這個網上攻高就不用過度追高了 否則你會碰到這種 今天開高走低這種可能會受傷這種情況 可能會受傷這種情況 開高走低 老師那你覺得之後呢要不要追 我覺得再等拉回一點點 因為現在怪力過大 他在生一點點 Deeper 所以謝謝老師 這個也是合一 感恩師傅 讚嘆師傅 謝謝逸晨老師 謝謝逸晨老師 來 韓瑟 謝謝陳映老師 來 來我韓瑟做做 沒有 我沒有要講這個 來 因為我知道 我知道這個 哲哲生日快到了 那我跟你講喔 你生日當天記得帶你的證件 我請你吃飯 你直接開到礁溪韓木酒店 你直接到二樓自助餐 進去以後報我的名字 當天我讓你吃免費 好不好 我講真的 但是一定要你生日那一天喔 不好意思 這麼遠 這麼遠要幹嘛 有意義嗎 不會啊 吃完順便泡個湯放鬆一下 我給你 不是我 我說你要帶誰去都可以啊 你就帶你我帶你 我指定帶你 不要不要不要 不行不行 因為他只招待一個壽星啊 沒辦法招待兩個 這個韓瑟最近還蠻好的 就是說他針對壽星 生日當天是完全免費 並不是像一般的餐廳什麼 九折八折 不然是送你一個小蛋糕 所以真的有喔 真的有真的有 所以是人家招待的 不是你招待的 我 聽出來了 我沒跟你講你知道嗎 那跟我招待的意思不是一樣嗎 那他只有單獨一個人喔 沒有你就兩個人去啊 他兩個去也算免費還是一個人去 就是你一個人免費 壽星 那什麼 我跟你講這個真的很好 因為你要去想 壽星其實到別的地方 大家都說 生日壽星有個優惠 就九折八五折 其實沒有很有感 他是壽星真的不用錢 連服務費都不收 要不然你去 我幫你臉書按讚 對不對 很棒對不對 對啊 Coco 要不要 我找妳去 好不好我們兩個一起去 然後我吃免費 那妳的錢我買 好不好 對妳找同一天出生的女生對不對 對啊 我不曉得這樣可不可以 但是他裡面 陳葉老師真 他裡面有寫是說 一定要帶一個人 我記得妳生日跟我差不多嘛對不對 差不多 那妳們就一起去好了 沒有他一定要當天 一定要當天 就我前腳近 然後我腳近 對但我要特別講一下 為什麼當然不是只有這個原因 因為他第三季獲利多少 1.44 是7年以來獲利最好的時候 可是這時候我們一定會懷疑 稍微把我說小一點 就是說 為什麼那這一波會跌 當然大家會覺得說 第三季是7.89 不就是暑假最旺的時候對不對 所以 未來是不是不會再有這種業績出現 可是呢我發現一件事 9月營收是3.94億 比7 8月還高 10月營收4.14億 又比9月還高 所以反而他過了我們所謂的旺季以後 營收還在持續的增長 這一次的旅 這個 這個叫什麼 旅遊 旅遊展 旅展 他總共賣 餐券賣了多少張 7.5萬張 很可怕很可怕 生意是越來越好 所以 看好的原因其實 不是不光只是我們剛才講 我覺得他最大方 但是 實際上他的餐券也真的賣得很好 他打折數差不多有92折啦 厲害 我之前都買過蠻多次的 92折 對啊也差不多92折還不錯 因為有些根本就不打折啦 對 所以寒色的部分我覺得搞不好後面 這個還有機會好 再來一個我們來講一下 我們都講到熱門的 然後念什麼 喔 這個不得了 太可怕了 正二 每在一天跌 跌4.18 大家會嚇一跳 因為這是正二 所以他等於是跌兩倍 可是還是很很嚇人 那據說這個是東方女神啊 我們的八秘密啊 好像進場了 哇 果然他的威力不同小可啊 聽說就反指標女神嘛 他一進去啪下趴啦 對啊 當然 當然後續的影響 我覺得還是要回歸到 長期 這個基本面啦 我覺得他只是影響短期 但是我這邊有兩點要提醒大家 第一個 買債券本來就不是做短線這種 所謂的投機啦 買正二這個 我覺得我個人是不鼓勵啦 你也不鼓勵喔 我也是不太鼓勵啦 我不鼓勵啦 當然如果你自己 有任 其他的想法 這個我不敢 除非你超級會抓轉折啊 比如說你賭 比如說華爾街或鮑娃講話 你覺得他就是哥 對 或是CPI 不是賭 他哥就哥哥了 對 什麼之類的 除非你就是 用賭可以長期犯的 實事不划算 我覺得 不適合 因為第一個 我在提醒大家正二是用期貨去做 所以他不會給你配息 這個你要記得 買債券當時 最主要的目的 還是為了每個月配息 每一季配息 他沒有配息耶 對不對 然後交易成本 又轉差 你是要拚上上下下 那你就是要拚 聯準會 鮑爾 主席講話 對啊 就是平常講話 我只拚那個CPI啊 我拚那個費者利益決策而已啊 你這樣賭太大了 你看至少我還 利率我每年放個4% 還可以保本啊 蠻經驗的 對這很重要 沒有配息差很多 而且重點 真正債券上漲的威力是在明年喔 所以今年大家也是要不要 先不要急喔 部位不好以後就先 好好的去 做你自己該做的事情就可以了 好 那也不要跑到人家的臉書下面去留言啊 什麼這一類騷擾的事件 是不是陳老師 我是覺得比較 是不是 欸 誰 那我啦 怎麼啦 就我啦 等一下 賓斗啦 是你喔 抱歉 抱歉 不錄了 不錄了 可是我跟你講喔 我欣賞 哲哲就是這樣 他留言他不會用別人的名字 他就真的真人下去流 本人下去流 這就是真漢子 是 像一般人 有的人留言不敢讓人家看到名字 這就不對了 陳老師就這樣子 對對對 不好意思 沒有啦 我是鼓勵人家 最後給我一句話 可以了嗎 就是買美在 長期 現在這個時間點還是對了 不要太過擔心 但是 政二這種槓桿的 我們還是稍微避開一下 然後就結論啦 滿美在二十年 就好了 後面兩個字不要 好不好 或是國泰美在二十 好不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單元 來 你的 朝日暮翔的人來了 你看 陳毅老師一直拖延你們兩個 的見面時間 欸 煙哥啊 所以你要找煙哥拿 欸 不是 欸 要不要看一下 兩個螢幕 我把你每次 每次 每次 不然你都用我CP 那OK嗎 登登登登 為什麼覺得你們兩個在不同畫面的感覺 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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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帽子人都要 登登登登 快點 你早就看他一下他 看一下他 好 欸 欸 8千 7年了 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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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抬頭來 老子我來看看 等一下 車主喔 欸 欸 那你應該裙子要整個掉下來啊 這樣我們不要走 這一段的那個收視率才會標最高喔 對啊 你剛才穿你裙子直接破掉 我跟你講 讚讚讚 欸老師OK嗎 每次都來這一段 對啊 玩不膩喔 玩不膩欸 老師 回答沒有把 拜登放在眼裡 再推 陳彥版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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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閹割版嗎 我剛才說 我剛才說 不是閹意思嗎 有有有有有 有這麼嚴重嗎 我剛才覺得我這個哏蠻好笑 我剛才跟你講 我讓桌子動搖這件事情 你是不相信對不對 你手指頭在動啊 你是不相信 老師再推 是什麼叫再推陳彥版晶片啊 老師你要看一下好不好 公共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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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這個 我覺得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對對對 這個畢竟是把這個中國市場 其實 這個有限制 其實很多 這個企業還是會想盡一切辦法 來打入這個市場 因為中國就是很大的一個市場 所以我認為 他會在這個相對的政策上面 來做 繞路 然後還是要 針對中國 能夠 拿多少營收 都拿多少營收 所以在揮達來講的話 你會發現 他把這個晶片做降階 這個其實這三款晶片 這邊這三款 型號這三款 都是由揮達之前的H100 改良而來的 改良而來 而且這個目前最快 在下週就可以開始接單 好厲害喔 對 那就在下週 所以下週開始接單 十二月開始出貨 就要來搶佔這邊 繞過一個政策 來 來這個搶佔中國市場 所以這個改良 是不是越改越低階 一定是相對低階 對 因為拜登 嚴格東西是越來越少 沒錯 對 本來兩顆 就什麼都沒有啦 就只能磕磕下而已 對 所以這個相對 原本這個拜登政府 就是要限制高階晶片 因為他不想要 中國大陸的國防太先進 AI晶片走得比美國快 所以他就是 針對高階的他來做這個限制 那回答就是 繞到 把這個降階 但是還是可以 還是可以在這個十一月十二月 開始來這個接訂單 好老師 我馬上了喔 馬上 這個也是 那英特爾也是喔 對英特爾的這個晶片 也降歸了 他這個高地2 推出高地 對 高地2的這個晶片 他也推出降歸版本來做出貨了 所以這個基本上都是企業 這個基本上 都會去想一個辦法 還是要中國市場 還是要 對啊 因為中國市場還是大 那是他都不怕到時候被禁 還是說先搶先贏 我先賺再說啦 我覺得就是先賺再說 因為我覺得美國也算是一個獎禮的市場 你如果沒有寫 那我代表我可以出嘛 對啊 除非你在寫 對不對你在寫那我就是 我在做嘛 我在改嘛 對 針對型號嘛 對 反正是針對型號就是來出嘛 不管嘛 反正改很快嘛 就補補稍微改一下改一下 變新款的嘛 對 你看 差別的老師看一下 對 H100跟H20 對 都是HOOPER的架構 對架構是一樣的 不過啊在這個 欸 GPU 記憶體啊 欸 竟然80是來到96 欸欸欸欸 你不關我記憶體嘛 對不對 對 記憶體給你好一點點 記憶體頻寬給你好一點 但是啊在運算能力就有差了啦 喔 運算反面差了喔 運算就有差了 哇欸要差很多欸 欸26降到1算是很多 對 那耗人 那耗人也沒有差多少 我開笑喔 嗯 其實這個300到400其實也有差啦 你說這個就多 還是有差就對了 多三分之一出來了嘛 那你這個總 老師那個算的能力差26倍 對啊 所以你耗能越低算力越高 其實晶片越好嘛 但是你閹割版的反而 欸運算能力降低 但是耗能也增加 所以 就是比較 呃不敷成本嘛 對 但是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呃這個降階 呃 要要處理的一個部分 老師不是不是 他等於算力變下滑了 啊我耗能還增加 耗能增加 對啊所以就是低階晶片 會有的問題嘛 對 所以他上面給你一些好處 但是下面啊主要 欸這兩個都是 都是降階的 這再進就沒意思了啦 對對對 但是我覺得 中國大陸廠商還是會買 還是會買 對還是會買 因為你高階真的就買不到嘛 是 買鴨哥版本 難怪 H100 老師你看看數字變小了好不好 H20都要是數字越來越大 除以5 有沒有 對 除以5啦 變26分之1啦 然後看 對 大部分數字越來越大 這沒錯吧 大部分是啊 對 iPhone1嘛 iPhone15嘛對不對 越來越新 iPhone131415 變越來越小 這一告訴你就是比較低階 對 所以我們要持續看下去 好 那再來來講話 在這個AI股的這個相關財報 都是因為 就是因為AI的關係嘛 AI的關係 那現在AI聽說是萬鈴丹啦 好 因為連偽算 連台積電都穿歷史新高 這個太扯了 真的要拜託你 我們先講台積電好了 先講是不是 台積電比較亮眼啊 台積電這個最新出來 在收盤後啊 出來這個10月營收啊 雖然今天的股價是收平盤 但是它10月營收很亮眼喔 2432億是刷歷史新高 單月新高 那月增來講34.8% 年增15.7% 刷新高的一個表現啊 那也幫助它的這個 前10月的這個營收啊 年減幅度縮小了 縮小到3.7% 而且啊 裁測 對不對 之前在開關法說嘛 第四季的裁測中位數來講 6144億 如果用這個10月營收 來做這個 裁測達成率的這個計算的話 哇 39.5%耶 也就是說它10月份營收已經 達成那裁測將近快40%的一個水準 哇很快耶 表現是超淺的 然後一般來講33% 算達標嘛 多6%嘛是不是 這個多很多耶 算很多是不是 多很多 就你的外資的經驗來算這個財報 算很多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今天晚上這個 台積電ADR可能就會有表現喔 有表現嗎 等一下台子期也在漲 是 美女一直在搖換搖換 搖換她 這個 你說你說你說 老師我想問啊 台積電這麼好的消息 會不會帶動下個禮拜的台股往上衝呢 我覺得有機會 對所以剛剛講的台積電ADR 這個第一個要看的 那當然台子期也要看 所以我覺得 非常有機會啊 台積電在下個禮拜就有機會先開高 來反應這個 營收創歷史新高的一個表現喔 好營收 而且老師想要重點的是 年減居然只有3%喔 欸 收斂喔 收斂喔 之前有人說 剪到有沒有快一成嘛對不對 對對對 欸現在上面是 欸這算很好欸 對 他如果 他如果能夠 這個持平跟去年一樣的話 那他其實就是超前 他原本 超前才是 因為材質反而下滑嘛 對原本是他年減 那年減現在沒有了 哇塞 這是大力多欸 難怪現在是漲了 台子期夜盤 台子期夜盤 在這邊 欸剛才拉下多少點 上漲喔 53點 你看最高來到16810欸 有沒有 嗯 老師所以這個 漲那麼多哇塞 真的很誇張 哇所以 老師我們順便先來看一下 台積電的一個股價走勢好不好 好 台積電股價我們先來看一下 台積電的股價 今天收平盤 不過他是連續試紅了 因為台幣其實在近期是 氣勢如何 連續貶值啊 所以台積電沒有跌 我覺得已經很厲害了 因為台幣你看 連續試跟貶值 但是台積電 反而連續收紅啦 所以我覺得這個表現不錯了 目前穩在這個月季線之上 而且這邊 黃金交叉 是 那下方如果可以切外資的話 你會發現啊 外資這邊還是在 回頭加碼的一個過程 所以 我覺得下個禮拜 這個外資可能會繼續點贊啊 因為點贊 點這個10月營收贊 那他有 有可能會再繼續買上去 搞不好就有機會 會來突破這個 560元以上的這個空間喔 喔是 那個最新的台積電 ADR上漲2% 2%的話大概就11塊嘛 哇賽 然後11塊那會不會貢獻台股 哇 八九十點啊 八九十點 八九十點 哇長很多喔 對喔 這樣你幹嘛要比 你的圈根差怎麼小 因為他就是 因為他怎麼變閹割板 他就是閹割板 他就是閹割板 剛才應該前面用 你現在用完了 你要圈什麼 不是我現在才發現 對 認同是不是 對認同 閹割板的 是好 台積電股價應該不會被閹割吧 我覺得應該不會啦 所以老師不會到520 我愛你 不會不會不會 因為那邊已經是年限了 甚至比年限還低了 所以這邊外資已經在回頭買超了 下個禮拜再點贊在買超的話 那就應該就會上去啦 好老師啊 那我們來看一下 除了台積電的營收 好另外一個在偽創啊 很多人關心偽創 因為很多散戶 好像這個手上都有喔 這個偽創最新的這個營收啊 2170億 是呈現季減的 那毛利率其實有上升喔 這個前一季啊 第二季的時候 大概是7.5 那這一次來到7.8 所以毛利率是往上升的 那EPS賺1.67元啊 那目前來講的話 我認為 表現是比較持平一點點啊 第四季的展望啊 其實 以公司的看法來講的話 也是 跟第三季是比較持平的 從方形電腦啊 跟螢幕這些 那伺服器的上面啊 其實下半年有機會 有以上半年 所以是有一些期待空間的 所以 偽創整個要推動營收跟獲利啊 都還是在伺服器這一塊 那尤其就是AI了 對 所以 老師這財報算不錯是不是 算是這個 持平啊 算持平啊 應該說營收算不錯 毛利率有比較好啦 有比較好啊 老師我們順便看一下這個 偽創的走勢圖 快速說一下 好 那偽創K線啊 在這個禮拜三的時候 第一次來到月線之上 過去都被反壓嘛 那第一次來到這個月線之上 這邊有一些賣壓 先來做這個啊 可能要 有這個出境啊 但是這邊啊 連續兩天都有收下影線喔 對包含今天也是 所以 我認為在這個消化這邊的 下降趨勢啊 上方的賣壓 這邊的籌碼 剛好也在百元大關啊 所以我認為偽創給一個看法的話 還是要回到百元之上 會比較來的有這個 追價跟這個買氣啊 先看 這時候要先看技術分析 混沌不明 先站上一百元再說 沒有錯 老師那偽創以後就算了喔 偽創公佈第三季財報 那他的子公司 偽銀好像比偽創強一些一些 對 也公佈最新營收了 對 偽銀目前最新的營收啊 這個10月營收出來 雖然是年減19 但是月增20 喔月增那蠻重要的啦 對20% 所以 以偽創集團來講話 近期來講 漲得比較強的其實在偽銀上面 所以偽銀是 其實是帶動這一波偽創集團的這個 股票喔 所以我認為 這邊來講 股票從這個 股價從1400啊 漲到這個1800 也是創破亂新高 我認為比較純的AI 比較純的伺服器股 比較 能夠有這種 回升的漲勢啊 你看投信在買 投信 所以投信在買 所以投信在買啊 代表說 其實第四季還是有一些 期待空間啊 所以 前三季表現都不錯 賺了48塊 那AI伺服器在它 微影的法說會上面也講了 這個 能夠 穩定突破10%以上 甚至明年更多 那AI來講的話 伺服器就是最賺錢的嘛 所以 目前在台南也是擴建新廠啊 所以 我認為在明年還是有非常好的一個 成長空間 伺服器10%很多 有些之前老AI概念股 然後是1%對不對 對 他10%算很多了 對 因為他是專門做伺服器的 老師 那我可以問您一個問題 那你覺得微影跟偽創 哪一個比較好 如果硬要講 我比較喜歡微影啊 比較喜歡微影啊 對 那外資歸對的過程當中 其實高價股會受惠 對不對 現在越來越多錢金股的 甚至 這個市新也是衝到3000塊以上的 所以 高價股也會有一些 外資回流熱潛的一些受惠程度 哇 高價股也有存天 老師還有一檔 我們快速看一下 威盛也是東部最新營收啊 對 威盛第三季賺0.18塊 對 這個聽起來好像不多 但是 確實也真的不多 因為他前三季 賺了0.22元 是 上半年來講話 只賺了這個0.04塊 是 所以目前來講話 你說他真的能夠大賺錢嗎 目前來講 可能還沒有到那個階段 但是11月份 應該說 10月份的這個 營收表現不錯 年增95% 是 對 所以這個我認為算是表現不錯的 那11月目前啊 月也增加 跟上個月比較也增加 對月增年增 所以這個表現算不錯 不過他11月份的這個漲幅 是有 累積是有些收斂的 因為在本週 是呈現一個拉回 對 因為上個禮拜 我們剛好有講到嘛 這個偽創 威盛集團 你要先看到威盛能夠 站穩 148塊以上 是 結果在這個禮拜一的時間 先開高 但是就往下跌 沒有站穩 對148就是前面的這個 我們之前有討論過嘛 這個這一根啊 下面是一個爆量的 長黑K的這個量啊 你必須要先能夠 呃 有效而且成功的站上 對這一天 148 是 對就是這根黑K 所以會有一些賣壓 所以 當天來講禮拜一啊 先開高沒有說 但是啊 好討厭喔 以為要再衝出去 對 那這樣子來講的話就會 延長這個整理的一個過程 所以現在 拉回月線 我認為月線這邊有手的話 還是有機會啊 還是有機會 那這一次再站穩一次148 就沒問題了嗎 來救我們嗎 對 反正就是要以這個148 為一個目標 要站上 不然的話這邊一根 然後這邊第二根嘛 都是有一個 爆量長黑K的一個壓力啊 我記起來了 148站穩就一次發了 好不好 一次就發 好不好 謝謝老師一世 一輩子都發了齁 這一世都發 一次都發 這一次都發 記起來了嗎 記起來了 好 好多梗喔 有專業的 有技術大師 哇江江老師 外資金銅 哇一塵老師 你看那個自營山 也是強調自己是金銅 金銅 大金銅 真的是不知道該怎麼講 可是 蛤什麼 不容易啊 不容易齁 對 我覺得你是幽默風趣 好不好 所以覺得我們節目真的幽默風趣 請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 每週一到週晚間 八點上線 一三五解盤影片 二四四教學影片 謝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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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一招 瘋狂股 想先到 開支牆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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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嘴巴 好厲害喔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該如何賽事只有誰能快點告訴我 你會好 你會好 你會錯過 怎麼大呼 感覺好像盯著我 最高殺地的經驗真的痛 黑揚機率 我確實冒一種 好害羞 我大人屬的私家庭 哇 這沒錯吧 右邊是指射 你如果有壞就笨 這也有一點嗎 這也有一點 這也有一點 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今天告訴你 這找到 這個 最最高 燒最低 想要改掉這壞毛病 一早一早就回到 八點上線 八點上線 二四教學影片 二四教學影片 一招 二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財富 瘋狂股 瘋狂股